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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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是奇怪 这笔钱是2013年进他户口的 那个恐怖分子是2014年才成立的 原来 巫统有卫府先知的神算能力 不必吃饭也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先把42亿放在私人银行户口 然后他说 我们问他钱是谁捐的 他说是沙蒂阿拉布特国王捐的 我们的副首相那个阿拉布特国王 他说他三个月前还见过那个国王 可是那国王一年前已经死了 那国王一年前已经去富贵山庄报道了 所以我不知道副首相见的是阎罗王还是上帝 见的不知道是人还是鬼 讲一次谎言 要用1000次的谎言来掩盖 这是不变的真理 所以今天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完全没有诚信的首相 所以我们江沙不选就要选诚信党 来为马来西亚的人民挣一口气 吵一个公道 好不好 你说好哦 6月18号不要票开出来 金山没有票就惨了了 各位 我们要挑战那些 请记者先生小姐姐叫他亲自来江沙 向林冠英看齐公开私人财产 给全江沙的人民看 证明他是清白的 清白的我们就投给他 不清白的就叫他下台 我们票投成信 国家有信才能有救 所以今天江沙补选最主要的课题 就是1MDB跟首相付口的42亿 1MDB现在欠多少钱 很多人说什么叫1MDB 我大概很简单的跟大家讲 1MDB就是政府的公司 它的名字本来叫做 一马发展公司 成立这个主权公司要来发展马来西亚 哪里知道 1MDB在哪里的手上 就变成David Copperfield 会变成魔术的 1MDB发展 变成Satu Malayu Dapa Billion 然后现在欠了500亿 那担保就是你要来还 他不能还江沙选民有三万七千个 他500亿不能还平均每一个江沙选民 如果拿来平分1MDB的债务 每一个人要还135万 你到时候就可以唱 福建歌王王一菲的歌 那时我有几百万 我去借费我去吃素食 你一百万是没有 一百万的债务你就有 掉头国阵 债劉子孙 霍元后代 每一个江沙人要还135万 你听好好啊 你听好好啊 一百三十五万 这样的乌尼登都 黑狗偷食 白狗当灾 我们不去做狗 我们去做人 所以是时候 给我们的这个阿接哥 王飞鸿 收藏 好吗 你讲好啊 好大声好啊 6月18号 记得 叫你的儿子女女 全部回来江沙 慶祝父亲节 一起 帮阿接哥收藏 好吗 好 但是 我们不只是看到国阵 今天巫统 马来西亚面对重大的危机 我昨晚刚从国外回来 我在欧洲 一踏下飞机 移民听官员 一看到我是马来西亚人 第一句话就问我 What happened to your country? Your prime minister banked in 4.2 billion and don't need to decide? Are you crazy? Are you come from an insane country or a banana republic? 外国老第一句就问我 你是马来西亚来的 听说你的首相拿了十二一不用辞职 你们国家没有法律的 你们国家是香蕉共和国 是香蕉的 为什么这种事情可以发生的 你知道我怎样回答吗 我没有话好讲 我即使很会讲 我也没有话好讲 因为真的没变 真的没变 没变 所以我要拿这名单来 你跟他十八号 才会高翻母桶 好吗? 好 各位 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 阿吉哥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史上 最为借钱欠债的首相 我不喜欢老马 坦白讲 所以他礼拜天要来江沙 我老马不喜欢 因为马来西亚有今天 老马也有份的 老马有份搞出来的 对不对? 但是阿吉哥 清楚于难 更胜于难 现在徒弟打师傅 徒弟打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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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老马现在看到 哇! 我之前碰到他 我问他 敦 你今年九十一岁了 说不好听 今年九十一岁 还没谁到九十一岁 天知都 上带知都 是吗? 谁到九十一岁 天天还没王飞鸿 阿河佐 没人知道的 我就问他 敦 你都九十一岁了 为什么你还要站出来反阿吉 老马就回答 他说年轻人 我已经九十一岁了 我已经九十岁了 我已经九十岁了 我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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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还要看 我还要看 马来西亚 我们的国家 都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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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我都九十一岁了 你讲钱老马有钱 你讲地位 老马有地位 讲什么老马有什么 对不对 他应有尽有 但是他说 他不能够看到 马来西亚继续沉沦下去 所以他没有办法 只好站出来 倒拿吉 救马来西亚 是老马 在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可以跟老马 站在一起 一起倒拿吉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拿吉在座 马来西亚 不止我们这一带的人 没有前途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未来 根本是黑暗一片 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 就必须倒拿吉 倒国阵 才有办法 改朝换代 新政府 新政策 新制度 新希望 好不 那么这一次的补选 是未来来届大选 最后一场补选 再来没有了 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 任何大选过后 三年里面 有议员 冬瓜着 冬瓜倒腹着 才有补选 三年过后 没有了 这个月 是最后一个月 如果没有议员 冬瓜倒腹着 谋着谋巡 所以江沙补选 应该就是马来西亚 第14届全国大选 最后一场补选 这是未来来届大选的四季史 所以江沙的人民 判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